第114集 叶琴是仔细观察着炎火虫 他发现石甲之上有许多极其细密的小孔 比发丝还细 炎火虫喷出的小火苗正是从这些小孔中冒出来的 然后变大 这炎浆只是普通火系矿石融化的炎浆 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 看来关键应该在于石甲上那些细密的小孔 小虫本身吐出的火苗并没有什么威力 但是火苗通过了火系石甲的小孔的时候 却被火系石甲增幅 如果石甲达到石杖后的话 一口小小的火苗甚至可以增幅到媲美中阶法术 变换为烈焰焰瘦的地步 这是一阶的炎火虫 可以造出这种奇特的石甲来增幅自己火焰的威力 这个奇特的本事是堪称神奇了 只怕高级的妖兽也敌不过穿上后甲的炎火虫 不过炎火虫制造出烈焰石甲的速度太慢了 半天的功夫才包裹上薄薄的一小层寸厚的石甲而已 手指一捏就碎了 每个十几年的功夫 不间断地在岩浆中打滚 他根本无法重新穿上一丈后的巨型石甲 十丈后的石甲恐怕得上百年的时间呢 叶琴弄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的 是自语的沉吟了半赏 最终摇里摇头 将炎火虫重新用瓶子装了起来 他打算找些火系矿石融化为岩浆 把它养大一些 驱使他去烧炉炼丹 这个主意或许非常不错 这样也可以省去自己不少麻烦吗 不过要驯化他只怕没那么容易 他不是兽灵门的弟子 对养虫这一套啊是一无所知 叶琴竟然拿起桌上的纳木紫裕古检来了 他最看重的还是从古器门的 一名紫裕修士身上得到的这个物品 他在万库岭矿道的时候 曾经尝试查探过这个紫裕古检 却因为身世不够 而无法得知其中的奥秘 这很显然是筑机器修士才能打开的物品 或者呢是更高 至于这紫裕古检里面有什么 他是至今一无所知 如今呢他已经注击 神石呢是大幅度的增强 他想试一试 看看能不能探查出 这枚紫裕古检的奥秘 叶琴在相防卧室内的坐垫上是 盘戏闭目而坐 将紫裕古检呢是放在身前 调戏了半个时辰之后 神石恢复到了最佳的状态 这才让神石开始渗入到紫裕古检之内 刚一进入 一群感觉里面好像一座庞大的迷宫 并且神石进入就像渗见海绵一样 被疯狂的吸纳进去 但他却并没有慌张 神石呢是继续的往里面渗透 古检内的迷宫分为五条主要的岔道 散发着金绿蓝红黄等不同的光芒 每一条岔道又有无数的小岔口 每一条岔道都需要耗费神石才能探查 叶琴略以沉思 这五条岔道啊 他并不清楚里面有什么 随便哪一条对他来说呢都一样 他也集中神石 选择了其中冒着红光的一条岔道 是全力的涌了进去 在地底溶洞待了三年 他现在啊对红色感到最为熟悉和亲切 足足一注香时间之后 叶琴的神石刚刚好勉强的达到了 红光岔道的终点 神石啊同时也是几乎靠近 随即从紫玉古检内退了出来 刚才触及终点的一刹那的时间 他已经得到了里面记载的信息 这里面记载了一个叫紫剑诀的剑诀 简介书呢是灵武山昧万年前 一个叫紫剑神君的云莺旗的修士 所创造的剑诀 这套剑诀啊一共分为上篇和下篇 紫剑诀的上篇呢有五层 修炼五柄古剑法器 筑基旗修士呢可以修炼 紫剑诀的下篇呢分为三层 是三柄古剑法器 结单旗修士可以修炼 并且这位紫剑神君也不知道呢 是什么名头来路 口气呢是极大 声称啊紫剑诀的上篇 一旦修炼完之后 筑基期之内是基本无敌 后三层修炼完的话 是结单期基本无敌 叶琴看到这里的时候 自然是精神为之一振 元英七修士留下的东西 肯定是好东西啊 他在清单门待了这么久 也没有听说过本门派有元英七修士的事情 可是让他疑惑的是 清单门这样上万年的大派 金单七修士少说也出过数百名了 其中又怎么没有诞生出几名元英修士呢 叶琴是摇里摇头 暂时不想了 这个问题啊 留到以后自然会真相大白的 他呢是对着紫剑诀兴趣大增 好不容易才发现一名元英七修士留下的物品 怎么也得好好地研究一下才行 他是继续地往下看 却发现了有些不对 修炼这套剑诀的要求居然极高 修炼每一层剑诀啊 都必须有相应属性的非剑法器才行 否则呢是根本无法修炼 上篇的五层剑诀分别是金剑木剑水剑火剑土剑 而下篇三层剑诀呢 则分别是封剑兵剑和雷剑啊 就是没有人剑 而且每一层呢都是单独修炼啊 金木水火土五剑并没有高下之分 可以从金剑开始 也可以从火剑开始 每一层的剑诀呢 还都可以单独的使用 但是每增加一项的话 效果呢都会叠加在一起 威力是可以累积起来的 金木水火土五剑非剑法器 最终可以组成一个名为 大五行剑阵的阵法 而封剑兵剑雷剑三剑非剑法器 则可以组成一个名为 三旗剑阵的剑阵 最令人震惊的是 大五行剑阵小三旗剑阵 可以分开来使用 也可以将它们组合在一起 成为八纲剑阵 这一套剑阵 金丹七高阶修士施展出来 威力甚至足以和 圆英七低阶高手相抗衡 八纲剑阵一出 圆英七修士也得暂必锋芒 不过子剑觉得威力 直接跟非剑法器的品阶有关系 非剑法器越高阶 发挥出来的威力也就越大 如果仅仅是使用普通的低阶飞剑法器 基本上是发挥不出任何威力的 所以子剑阵的每一篇剑阵的后面 都还特意附带了一份 炼器配方的材料 以及相应的炼器术 可以收集上面的原材料 来炼制最极品的飞剑法器 这些都是当年子剑神军耗费了无尽的心血 才总结收集出来的最佳的飞剑配方 也是其最引以为傲的飞剑 夜勤看完这篇简介之后 直接无语 难怪子剑神军敢夸口说 自己的子剑爵 达变筑机器 金丹器无敌 况是这八柄飞剑法器的原材料 便稀罕到令人扎舌的地步了 咱就说 如果将这些材料炼制成飞剑之后 每一柄飞剑 那都是极其威力巨大的顶界的法器 就算没有这个什么子剑爵 光靠这些飞剑法器 那也是强悍的变态 根本就不是普通修饰可以抵挡的 看来这套子剑爵 所以多半还是依靠飞剑法器本身的威力 如果没有顶级的法器 光是这套剑爵 也未必就有那么厉害 夜勤看完介绍之后 有些无语 但是同时又有些不屑 不过 出于对原营期修饰的尊敬和重养 他还是认真地把到手的火剑爵 看了一遍 夜勤刚才进入的是红光岔道 他取到手的是上篇的 大五行剑阵中的火剑爵 事实上 这份子与古简内呢 是有五色的光芒的岔道 分别是相对应了五种飞剑 但是仅仅记录了大五行剑阵的剑爵 并没有记彩小三骑阵的剑爵 但每个剑爵的后面都有 五行剑阵和八缸剑阵的介绍 夜勤看了一下 在火剑爵后面附带的一柄飞剑的原材料 这把剑叫做南明离火剑 原材料呢 为经历过地火千年的火系矿经 紫色身者为最佳 以三位真火淬炼 辅之以少许的原精 以独门炼器术 剑身阵法术等等 九九八十一日方程 这柄南明离火剑 被紫键神军称赞为 最适合组成大五行剑阵的极品火系飞剑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经典玄幻类小说 子府先缘 夜勤越看脸色越怪异 既欣喜嫩又发愁 如果仅仅使用普通材料的火系飞剑的话 发挥出来的威力自然也很普通 但如果使用南明离火剑的话 那施展出来 肯定要比普通的火系飞剑要强 但是火系矿经呢 它倒是有一小块 而且呢年份也够紫色够纯 可是上哪去找三位真火 这是金丹七修士才能施展出来的火焰 他现在啊顶多释放出筑机器修士的先天真火而已 清丹门的九位金丹祖师可没那闲工夫给他练剑 这些呢还好说 他至少啊知道火系矿经三位真火是什么东西 最让他哭笑不得的是 元经这东西他根本就没听说过呀 这让他是上哪里去弄 夜勤是无奈的摇了摇头 他突然想看看这枚紫玉古简内的其他的四条金光 绿光蓝光黄光的岔道 看看里面分别记载的是什么品级的飞剑 又叫什么名字 还有哪些令人生畏的原材料 不过呢他现在的神石呢是消耗一空了 至少要休息一天才能恢复过来 所以只能暂时放弃了这个诱人的想法 在随后的几天里 夜勤呢将紫玉古简内剩余的四色光芒插道啊 都是一一探查完毕 但他是越看到后面心中是越发愁 这里的材料包括 金屋药精 丝阴壁足 天衣幽水 黄尘沙泥 而且最低啊都是三千年份的物品 还都必须往里面添加元经那种东西 并且用五种完全不同的练器手法来练制 夜勤看完之后啊 几乎彻底放弃了修炼全套紫剑菊的想法 这些飞进法器的原材料配方 根本就是奢侈到了极点 世上有几个人有本事把上面记载的原材料 全部收集齐全 能找到其中一份练器材料 已经算得上是侥幸了 夜勤把修炼紫剑菊的心思 不得不暂时放下 在清丹门筑菊旗修室 所在的别院阁楼 暂住了数日是换上了筑菊旗修室 才有资格穿上的白衣 去藏书阁是逛了一圈 他是想寻找作望经中篇筑菊旗功法 和下篇金丹七功法 以被日后修炼 这个作望经功法实在是太老了 就算是在清丹门这样的修宣大派 也几乎是没有什么人去修炼 在藏书阁负责打杂的轻衣弟子 听说夜勤要找作望经 花了好半天的功夫才苦着脸 满身灰尘 从藏书阁的深处找出来一份 存放了很久都没人碰过的预检 是恭敬的交到了夜勤的手中 夜勤呢 用十几块下品零食 将作望经中篇和下篇功法 都复制了一份 直接带走 当然了 像什么初阶法术大权 中阶法术大权 还有各类常见法器的使用 法器的五行相生相克 筑机器修饰 常用的炼丹配方等等书籍吧 他也都收罗了一些 准备是全面的进行一次恶补 其实夜勤自己都脸红 虽然他已经现在是筑机器的修饰了 但他在很多低阶法术的上面 却懂得并不是太多 各种灵器法器炼丹术的常识 他也掌握得极少 估计得花上几年的时间 才能把这些常识都补上去 这日 夜勤从藏书阁回到了别院 却发现一名中年蓝衣弟子 正站在别院的门口 这名中年蓝衣弟子正是数天前 夜勤曾经在紫金大殿门口 见到的那位蓝衣的首位 旁边还站着一个妙龄少女 少女有些委屈地站在一旁 一副是十分不愿意的样子 是撅着个小嘴 手里还不停地来回揪着 而此时蓝衣弟子看到夜勤回来 脸上一洗 连忙上前攻身一礼 夜师叔 弟子碰原有礼了 他曾经呢 同夜勤去重新造册 所以呢 知道夜勤的姓氏 有什么事吗 弟子没什么要紧的事 只是弟子见师叔这些天 身边没什么可用之人 担心师叔在这里 独自居住 拖有不便 心里一直记挂着 我就想着 师叔可能需要一位侍女服侍 也方便一些 这位是我亲妹妹彭丹 品行端正 心灵手巧 她之前从未服侍过其他的师叔 不知道师叔是否看得上眼 夜勤脸上顿时刷的一尘 其实她才听了一句 便猜测到是怎么一回事了 对这个彭丹的印象 一下子就糟糕了起来 这个彭丹未免也太趋炎附势了吧 前几天才刚刚见过她 转眼功夫居然把她亲妹妹 给送到这里 这就是为了讨好 她这个刚刚注击的师叔 有必要这样巴结吗 夜勤使阴沉的脸 扫视了彭丹一眼 不过让她诧异的是 彭丹在她冰冷气势下 虽然有些畏惧 却丝毫没有放弃的打算 反而露出了一副更加谦卑的笑容 似乎不把她妹妹送出去 绝不罢休 夜勤使盯着彭丹好一会儿 又扫了一眼旁边的彭丹 是塌了一口气 修仙界的现实 就是这样的残酷 练气期修士的地位 实在是低得可怜 就算是蓝衣弟子 如果没有身后的背景来历 也不得不千锋百计地 讨好高洁修士 不过仔细地想一想 彭丹呢 倒也未必全是为了讨好她 只怕更多的呀 也是想替她妹妹 找一条好的出路 这个彭丹年龄大约十八九岁 才练迹七亿四层的修为 刮子脸 眉青木秀 一身淡色青衫 身躯呢 是凹凸有致 也算得上是有几分姿色 比较羞涩 不敢抬头看她 练气期四层 这样低阶的修为 在祝国呢 或许还可以混得很好 但是啊 在清单门 几乎呢 是没人多瞧上一眼 不过 如果要是能成为 祝一妻师叔的侍女 或者是侍妾之类的 那就是一跃登上了枝头 身份和地位啊 都将大大的得到提高 叶琴虽然有些同情 却不想自己身边 无故多出一个女子来 所以找了一个理由 蜿蜒拒绝道 我穷得很 没有闲钱一样侍从 你们回去吧 彭源却急切地说道 也是说 每位住基西修士 每个月都有固定的心缝 如果有侍女 仆从之类的话 门派内还会发放额外的补助的 所以并不怎么花钱 一琴顿时争了一下 住基西修士 收侍女仆从 还能享受补贴 这倒是令她是十分的意外 她是默不作声地想了一下 日后自己有了别院阁楼之后 内外呢都需要人打理 不能自己去干这些活吧 要是留一两个常用的人 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让她留下吧 平常打理一下别院就好 其余的就不必了 多谢师叔 彭源呢是赶紧拉着他妹妹 让彭丹叩谢 彭丹也是连忙一居身 他之前呢是很不乐以来 他这亲哥呢 也没把事情跟他说清楚 他担心他哥呀 把他送给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师叔 或者呢去服侍身材臃肿 丑陋不堪的前辈修士 可是见到叶琴之后 他才恍然的惊醒过来 跟他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 这位师叔年轻的让人吃惊 虽然相貌呢有些普通 但跟丑呢是挂不上边 脾气也好像比较温和 虽然看上去很冷淡 但比想象中要好接触 能服侍这样一位师叔 这也是不错的事情 所以他自然的就不再抗拒了 看来无论是什么时候 颜值都很重要 叶琴呢是无所谓的点了点头 向彭丹交代了一些 需要做的事情之后 是举步进入了别院之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